大家好 大家总是说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被称为世界上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第一 CIA中情局 第二 KGB 克格勃 第三 英国军情六处 第六 以色列摩萨德 第四摩萨德 第五 北京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是谁呢 朝阳群众有五支队伍构成 首先有治安志愿者 有中共党员的巡逻队 党员巡逻队 厉害啊 自个人 有专职的巡逻队 有义务巡逻队 还有治保积极分子 有这么五拨人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胳膊上 带有写着首都治安志愿者 字样的红袖标啊 北京人管这叫孤 袖孤 红孤啊 带个孤啊 朝阳群众有多少人呢 15年算上没登记的 算上没登记的朝阳群众 一共有19万 登记注册的 在册的治安住院者就有13万啊 在朝阳区的常住人口中 平均每15个人就有一个是朝阳群众 他举报你啊 对吧 就监视你啊 遇见各种的事就站出来给政府站台 弄个小马杂 带个红锅 砍着大山 看街上谁不顺眼 谁可疑 对吧 19万 如果是19万乘以15 那就将近300万 朝阳区人口 常住人口可能280多万 前两年我得到的数字是400多万 朝阳区人口 这两年经过驱赶低端人口 可能少了一些啊 朝阳群众有多忙呢 15年 光15年 朝阳群众就向公安机关提供情报 多达21万条 其中有关吸毒贩毒的851条 啊 851条占这个21万条的呃 不到0.4%啊 其中有有不少人吧 这些人看看 黄海波 王全安 尹向杰 是吧 江涛吧 还有一女的 傅义伟 哎呦 傅义伟可是老一辈的明星啊 傅义伟 是吧 八九十年代火了一些年 还有类似的组织啊 类似的组织有这个西城大妈 七万多人 其中女的啊 说是西城大妈 里边也有大叔啊 女的占七成 七万多人当中女的占七成 女的差不多就得有五万啊 年龄一般都在58到65 退休了 闲的没事干 啊 主要负责西城的指案 还有海淀网友 海淀不是高科技吗 哎 搞IT的 搞高科技的 所以叫海淀网友啊 海淀网友没说有多少人 那么通过电脑和手机 随时随地向警方提供各类线索 还有丰台劝导队 主要由社区干部 居委会工作人员 社区离退休居民 这个质保积极分子和社区志愿者组成 哎 没说有多少人啊 各区都有 他只是叫这名 我原来在旺京的时候 我不是说我搞个业主维权吗 然后有一天我去了派出所 我拿眼睛一扫 派出所那档案柜 它是那种透明玻璃的 就跟我的书柜似的 它一个一个的大家子 一个一个那个那个 啊 挺厚的那个夹子 就那个档案夹 其中有一个 我看上面写着 治安耳目 大家明白了吧 治安耳目 治安耳目应该就是这拨人 就所谓的朝阳群众 你有一举一动 他都给你举报 谁发表了反动言论 或者有什么吸毒贩毒 卖淫嫖娼 盗窃抢劫 反正看谁不顺眼 各种的刑事犯罪 包括政治上的问题 他都弄你 这批人 所以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想想 他刚才说常住人口15个人就一个 这太可怕了 这些人都是自干武 也相当于东德 斯塔西 斯塔西的那些县民 也是把东德社会都严密的监控起来了 有一个电影叫 窃听风暴 那个电影我看过好几次 每一次看都深有感触 一种后级 发凉 是吧 这个出冷汗的感觉 这种共产国家 独裁国家 他们在这个社会控制上 特别的可怕 冰冷 然后严丝合缝 是吧 他的目的 他这个政权的目的 首先就是控制 所以大家得小心了 是吧 不过很多人被抓 并不是朝阳群众 他故意的 这个公安局发布消息 说朝阳群众 让你害怕 让你谨小慎威 谨言慎行 让你对周围人不信任 实际上有的时候 反正那黄海波 我听说 黄海波出事 是他对他的司机 比较吝啬 是司机把他举报了 还有是因为他跨戏 他有了名之后 同时演好几个戏 有时候忙不过来 然后也得罪了 影视圈那些投资人 那些掏钱的大老板 我听说是这样